大家好,我是E.G. 歡迎收看這個妹妹公養哥哥系列 可不可以改名呢,這個系列 好老虎啊 這個系列通常都是一些試食片來的 因為我妹妹經常都會有些脆怪的食物 就是脆怪的食物拍攝兒童節目 有些奇葱怪的食物就經常會拿給我吃 上次就吃完這個太空牙糕了 我今次就吃了其餘那些 我決定一天三餐都會只吃它拿來的手信 體驗一下俄羅斯人的一天 第一餐,樹蓉 很慶幸,整碟東西都是俄文裡面 很難得都還會有少少少英文 Chicken Beef 好了,那我現在就拿出去加熱水了 為什麼你要用夜市呢? 我們都會有人休息,免得開燈 我要用夜市才看到我加到哪裡 我的手很熱啊 沒有人拿底啊 是啊 差一點點,這條線有它 差一點點 我也是這樣,要吃一點點 你覺不覺自己有些做賊的感覺 我不覺啊,因為在看夜市記得你 我覺得我現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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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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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嘩,嘩 快點沖冷水吧 糟糕了,不熱的 蛤? 那樹蓉怎麼辦 太熱,但不是那種,糟糕了 有少少... 水 對,有少少鐵粥了 這個是雞肉味 跟在香港吃的樹蓉差不多 哈哈哈哈 不是,是有少少不同的 香港吃的那些樹蓉呢 平時我之前姑媽很喜歡買一盒都是這樣的 那些樹蓉就比較偏鹹的 那這個呢,就有些膽 還有呢 雞肉味呢 要靠幻想才有 然後就到這個牛肉味 欸,牛肉味下得比較少水 我感覺到有點希望 稠一點 嘩 有沒有那種糞便味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有點錯 吃起來OK 哈哈 你剛剛咪咪完了 不是,它聞起來是奶的 OK 但吃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聞起來依然是奶的 哈哈 撈得比較稠的時候 會有些鹹味 因為我自己吃東西比較重口味 今次這個牛肉就不用靠幻想 自己是比較推薦雞肉味 差不多的鹹度 但是它開的時候就沒有那個 好像來自廁所的味道 沒錯,去俄羅斯買樹蓉 買雞肉味 時間剩餘五分鐘 因為我學生快要來上課 早餐來說,我還挺推薦樹蓉的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你沖點熱水就吃得了 期待之後的兩餐 好了,那教完結他 就到這個晚餐時段了 妹妹看來都 我不知道是妹妹還是俄羅斯 看來都很喜歡雞肉和牛肉 這個是公仔麵 應該是 但我看它的教學 它又是倒水然後焗就可以了 我當它普通公仔麵煮 我猜俄羅斯的牛肉 可能也有那種味道 所以就不吃這個 就吃雞肉了 同時妹妹的媽媽送了電飯煲仔給我的 這次是第一次用它來煮麵 電飯煮不進去 發生了嗎? 煮公仔麵是不是 是不是倒水進去 然後在電飯煲就煮到的 原來有這個煮法的嗎? What the fuck 這個是什麼來的? 不是煮到的嗎? 嘩,開始熱了,開始熱起上去 我以為是麵麵來的 送一隻 嘩,厲害啊 我沒有送,我真的非常傷心 妹妹為何不在俄羅斯買那些 送啊 你爬下來就關掉它 是試食片來的 但已經夠了你背部試食 不是 我看它有多熱 看看能不能夠烘過去 我沒有去到這麼白癡的地方 嘩,好熱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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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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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下味噌啊 我忘記下味噌啊 神經病 Yeah Cool 大家 我回來了 你不知道我吃什麼味的 你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 什麼味 沒有味 我連味噌味都感覺不到 你拿多少水啊 270ml 但是 哈哈哈哈 哈哈 還未必吃了 各位 嘩 啊,你幸好俄羅斯買到我看不明白 嗯 你有沒有隨便找到這些數字 對呀 但是我想說 當正常的一餐是OK的 適合這些不出門口 留在房間裡面剪片的 個人覺得呢 不算好推薦 俄羅斯味是吃不到的 那些味精也不是很濃 但如果我自己覺得的話 出前一丁麻油麵好吃很多 今天渣男過來拍攝 幫忙做一下臨機 好,終於來到這個宵夜時段 那都是一些很方便 沖水就吃得的東西 因為宵夜呢 我通常都吃得比較大份量 所以我就選了兩個 牛肉味 因為它有隻牛在這個左下角 這個就是 闊條麵 應該是雞肉 這個我剛才看外面 有兩包調味料 兩包調味料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我還沒錄過那些加水的闊條麵 看一下闊條麵 咦? 不太闊的 誒 誒,貨不對版 會不會 句快桃的麵是闊的 我這盒牛肉味的 又不知道它會怎樣 差不多 混蛋了 會不會忘了哪一盒打哪一盒 還有這個 不闊的闊條麵 好重味喔 這些草 這些草 還有你加了草才混蛋 那些草會吸收了些汁 WTF 這個味道不錯 真的嗎 對 好重味喔 這個 我帶一口 有一點酥味 我都覺得是 用帶點羊味 對 其實是不是羊肉味 剛剛就是羊肉味 羊肉雞也不會分 可能俄羅斯人不會分 但是真的棒 宵夜真的一流 如果大家買過的話 記得學我 加少一點水 那味道真的很夠 看到嗎 嘩 嘩 看到了 看到了 水倒了在地上 這個聞下去沒有那麼濃 嗯 好吃 你的樣子有點 我平不了輪 我現在濕頭在問 是跟我濕頭在紙皮箱裡面 問的差不多 好奇怪 這個真的比較辣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牛肉味辣辣的 有點辣 就是我是很不吃得辣的人 但是都覺得OK 接受到 然後都很夠味 聞下去就沒有 有些紙皮上 但是吃下去的味道 都不錯的 那大家下次如果去俄羅斯 買這些麵的話 就知道買了 雖然我不知道大家 為什麼要去俄羅斯買這些麵 好 多謝妹妹 留意下次這個妹妹 供養我系列 記得訂閱搞屎棍 IG和Facebook 我現在就先吃完麵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下次買 可以試一下 不要全部都是麵類 還有我挺喜歡那支 芽膏 那支蔬菜豬肉味芽膏 多謝 謝謝